有很多食物和名稱 是扔著天主教的節日 甚至我所說的焗豬肉圈 Gabella就是其中之一 自己都沒想到 原來小時候已經開始做父濟 加入了這個父濟團 就在那裏做父濟 那時候李信中神父 教我們怎樣做父濟應有要做的事 例如拿釣奴、打鐘、蠟燭、十字等 全部我們都要去學 從小到大已經在這個大堂裏 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好像自己家裏一樣 以前修道院的神職人員 開完彌撒、煮日學等 跟那些小孩講完之後 接著就請他們去吃東西 其中一道菜式的 就是這一道菜式 就拿了出來 吃過之後 那些父母就問他們 這一道菜叫什麼名字 他們就說 不知道在教堂仔那裏拿回來的 他們就索性就把這道菜 就改回它叫做Gabella 就是這樣指來的 土生蒲菜 它這一個菜式的 就是在這一個 葡萄牙人航海市 那一段期間已經開始了 已經綁到耶穌浸頭 也都有耶穌蓋的皮 我們叫做風車 有賴到當年天主教那些傳教士 他的功夫做了很多 今年是很囂張地 李主教邀請我 叫我可不可以煮一頓飯 用來給修生吃飯 在這個社會室修院裏面 沒想到他們的廚師 就來跟我說 平時他吃飯都不會去添飯 你來煮 他們就去全部添飯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因為那些修生 除了一個修生 是澳門人 其餘那些修生 都是外地人 變相就是 用來讓他們知道 我們澳門那個特別 那個土生文化 他們的食物是怎樣指 為何會有這個聖母像 因為我媽媽過世 他臨過世之前 就跟我說 他就說 我希望你將來可以幫我 做一個 擺一個聖母像 到時可以對著那個聖母像 你可以唸經 每天唸玫瑰經給我 我說OK 這是一個承諾 就是我和我媽媽的承諾 文化傳承 這件事 第一件事 這是我們本身 土生蠔人的文化 希望再有人 可以繼續 可以帶領下去 可以繼續做好工作 在澳門很重視 這一個天主教 好了 亦都有幾項 那些聖像出油 那些節日 亦都列入了 非物質文化遺產裏面 所以我覺得 可以繼續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有甚麼事 影片 是 有甚麼事 努力 可以嗎